复理乡青年为了培育更多的在地人才 成立制造农村实验基地 以及涅共用办公室 提供各类人才作为创意发想及行销工作 这也开创更多有趣的农村市 有花莲古仓之称的复理乡 位在县辖最南端 随着年轻人外移 人口老化显到默契成成 经营群青年努力之下 再一次点亮农村 让复理走出特色 吸引更多人返乡或是移植 复理乡青年们为了培育更多的在地人才 成立制造农村实验基地 以及涅共用办公室 希望接下来的一年或者是很多年 都欢迎大家透过不同的方法 跟我们工作站合作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是全台湾30个工作站之一 老实讲第一年有点像是一个象征型 跟我们这个有点具有这个要做出一些典范 所以我们自己压力很大 那除此之外我们又是花莲为二的团队 那又在花莲的最南区 那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在我们中古的中段 所以老实讲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也期许我们自己开始可以对地方 有一些不同的扰动 制造农村实验基地 计划主持人钟宇恩培育在地的人才 空间未来也将作为制造农村实验基地 以及涅共用的办公室 当作地方今年联络连结的平台 以农业基础实验精神丰富各职业类别 建构完整的六级化产业链 另外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一整年会做哪些事情 那如果各个单位觉得自己很像可以一起参与 一起玩玩的话 因为既然叫做实验基地 就代表实验性质很高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 跟我们一起合作 共用办公室取名为涅 钟宇恩解释 涅是水稻在地面下的 根获进地面储经机密集的结 所发出的不定洋 进而成长的分成经分支 借此期盼大家能够像水稻分裂的过程 开枝散业 以艺术音乐行销等方式 共同发展复理创生事业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